我們現在人在泰國柬埔在邊境 我家那位剛剛弄了一部摩托車騎著在我說要在這邊兜風一下 我現在人是在泰國這邊 而眼前這邊叫做Golden Gate Plaza 這個市場就是在太監邊境 這裡賣很多二手的東西 還有一些樣板的東西 什麼叫樣板呢 就是很多工廠在柬埔寨、越南、泰國這些 他們就多生產了一些樣品出來在這邊賣 還有很多就是所謂的A貨 再來這邊就是有很多的牛仔褲、衣服 跟一些填充娃娃 因為填充娃娃都是在製的 而這個市場Golden Gate Plaza很大 而現在因為已經五點多了 所以大部分很多的店家都會休息大樣 他們平常營業是上午到下午四五點左右 東西非常多 而且面積非常大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走的來逛會非常辛苦 因為山褲啊 柬埔寨泰國邊境這裡很熱 這裡比曼谷跟普泰蘭都還熱 其實有時候你在泰國生活久了之後 你的價值觀會變得很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人生真的需要那麼多物質上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哲學性的問題 其實在台灣我們從小到大沒有好好的思考過哲學的問題 跟人生價值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我們一出生呢 就是跟著這個大環境走 然後大家都很急切直迫 急功近利啊 從小我們學教育 所有一切的目的 好像將來就是要進好公司賺大錢 好像我們做的一切事情的意義就是為了賺錢 而沒有錢 我們的島民會變成很沒有安全感 我們也就被賦予了 好像你沒有錢或錢不夠多 你就很不安全 你就很有危機感 你就很難自在你就很開心 這是台灣從小到大給我們的環境氛圍 而其實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有時候你換個環境 像我在泰國時間待一場 他可以把我的哲學感會加強 因為我本身是信奉斯多格主義的人 而在台灣幾乎沒有人會去想這個 也不曾有人去討論或教育這一塊 什麼叫斯多格 斯多格我之前影片有提過 其實就是自我價值自我認定的價值 而不是別人的價值 有時候你就是問你自己 到底什麼東西夠不夠 你夠多嗎 你真的需要很多衣服 或很多名牌的衣服 車子 你需要很多車子 或你需要名車 房子 是你有地方住 或者有的租就好 還是你真的要買屬於自己的房子 很貴的房子 一定台北人 北部的人一定要買在台北新北 是這樣嗎 就像你看在台灣 哇這裡好多牛仔褲 怎麼牛仔褲一件都50塊30塊 就像房子問題啊 房子的議題在台灣就像一種 集體文化的一種欺騙跟詐騙 大家就是要洗你腦 每個人都要買房 即使不買房租房的人 很多人會勸你 欸你租房子 你知道你每個月都付錢 給房東欸 都幫人家付房貸欸 所以你要買自己的 不是幫別人付房貸 你看 即使在台灣租房子的人 也會很多人要去洗你腦說 你不該用租的 你該用買的 因為你都在幫人家付房貸 可是真實的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大多數人買房都是把自己摘下去了 你等於是把你後半輩子 大半輩子就摘在這個地方 而且是把你變得綁手綁腳的 毫無機動性 毫無彈性可言 而且重點是 這根本就叫最大的詐騙 因為每個人的房貸下去 基本上都是上千萬 你等於直接買了房 你就付在千萬 更不要說台北新北 我很多朋友是 房貸是背個兩三千萬的這種 所以你這輩子 你就被壓在這個地方 你毫無任何的輕鬆跟情趣可言 你做什麼一切事情 你都已經是負在開始 人生有什麼希望跟輕鬆感 沒有 所以我就不懂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愛買房 尤其你看 台灣的地震特多 像這陣子震成這樣 台灣政治問題 每個人都很怕打仗 而且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的異化 大台北土地的異化 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問題 但是房價不會掉 很多土地異化的地區 像內湖區 大同區 大安區 都有土地異化的問題 可是這邊的房價 就是超高 所以這個民族是超級的投機客 超級的詐騙 每個人就跟羊群一樣 每個人都叫你入坑 而每個人就跟著跳入火坑 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然後不斷的洗腦 然後洗到全台灣現在 其實很多人 很多百姓 都活得很不快樂 整天在路上 就是要找人吵架 找人家發洩 找政府發洩 反正千錯萬錯 都絕對不會是自己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而且不論什麼無聊的大小事 就是要用吵架 就是要告你 就是要報警 不然就告死你 你看就像眼前這些載子娃娃 他們重新填充縫了之後 又像是一個新盛名的娃娃 而且這邊的娃娃 一隻就是十塊二十塊泰銖 所以這是很哲學的問題 就是你自我滿足的點 到底是在哪裡 是需要非常的高點 或非常的昂貴 或者是眾人所吹捧的點 你才能達到滿足 還是當你看到這些娃娃 你有這個一隻十塊的娃娃 你就可以達到滿足 這是每個人的自我哲學 而這個沒有一個標準 這是個自我 這是誰啊 底特律啊 這是個自我認定去追行探索自我的問題 雖然這個優達很醜 可是搞不好 我覺得他就是大師啊 我花了十塊買了他 我很開心啊 而且我今天就很開心啊 而且我今天曬到太陽 我很開心啊 而且今天我家那位 突然弄了一部摩托車載我兜風 我好開心啊 也可能會有旁人去說你 你這叫自我安慰 你這叫自衛 那也無所謂 因為我是我 你是你 我不需要因為你的話受影響 你只要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開心 你是不是會想要微笑 你是不是看到別人 你以為想給他微笑 我講的就是這種感覺 而不是他人的眼光 也不是他人的價值觀 沒有標準 你也可以喜歡名車 因為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不要讓自己過得很痛苦 而且不斷的抱怨 你懂我意思嗎 我想強調其實就是這個的價值感 而尤其當我們華人和台灣人眼中 泰國是比我們落後 他們的收入是比我們的低 他們的國家整體發展好像沒有我們好 可是你們應該都知道 這是個微笑國家 這是個smiling Thailand 這是個很soft的民族 這是個對他人非常友善 有包容力的民族 但Why Why 你們那麼多人沒有房 你們那麼多人收入那麼低 你們那麼多人收入一個月才一萬泰銖 你們為什麼會快樂啊 這就是個哲學問題 所以大家好好去思考 你的不快樂是來自哪裡 其實都來自不是別人 別人的聲音是他的聲音 但不是你的聲音 別人要你買房 要你背房貸 那是他的想法 你不一定要這樣做 你可以租房子也租得很快樂 但沒有錯啊 哪天房東要把你趕走 其實這不叫沒有安全感 你可以想 我又可以換個新的地方 我搞不好可以去別的地方住住看 你人生有不一樣的感覺 不要一直很不便 死守在這裡 而且因為這島上的文化和價值觀 非常的單一 一點都不多 所以也導致這國家很沒有創意 也很難有新的發想 因為大家只能Follow跟服從 當你要做一些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你很奇怪 人家會覺得你不正常 而人家就會想來酸你 但是酸你又如何 你是你 他是他 為什麼每個人的做事方法一定要呢 每個人都一定要做出一樣的價值觀 沒有必要 你的女人就是我的女人嗎 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 不是嗎 我可以喜歡老 你可以喜歡瘦的 我可以喜歡胖的 你可以喜歡竹竿啊 這邊有個對錯 你要喜歡Ladyboy都OK 只要你們開心就好 而且在台灣每個人都是分析大師 每個都是專家 像我因為愛姐姐阿姨 就很多人會來酸我說 你一定是缺乏母愛 就像我常complaint台灣 就很多人說我在台灣 已經受到很大的創傷 所以每個人都是專家 Bravo台灣 You love Thailand Bye